共产党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散步一没有 不允许有任何的媒体透露中国人的死亡数字 而且要严格屏蔽从统计局开始 各火葬场的死亡数据包括报税单严防死防 这死人你说成啥国家经济了 第二个不允许再有任何守卫国家大项目的开支 同时所有的大项目列出了N条 必须削减 列如航空母舰三号航空母舰接下来什么国防项目 各地上的大项目削减的削减关的关 这就没钱了呗 第三个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在共享富裕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抓马银抓马浩腾王健林等这些什么雷军 这事情有任何妥协加快共享富裕共同分享财富 前面就是什么死人不让说 然后不花钱了也没钱了 然后把这富豪全抓了 而且从过去的千万起步 现在从百万起步 这三不一没有 没有是啥呢 最关键的事情 任何情况下是啥兄弟们 没有海外投资 我们就先把钱都弄到海外来 隔空举钱嘛 然后刘鹤和耶伦的谈判 无非是就那个几千亿美元的外债嘛 和勾兑嘛 又是传达了什么私交了习近平的私人的亲笔信呢 不就是那几个勾兑嘛 而且强烈的意识到海外要查共产党的财富 党员的财富 所以没有海外投资 你基本上为人可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在海外任何投资 在2023年 你想这多可怕 不到海外投资 然后共产党的这红旗 五角红星 国内已经成这了三步了 海外又没有 对着海外的这些大老共产党员的所有的房子 都登记完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到家一谈你房子在哪儿 赶快卖掉把钱拿回来 否则你家人全扔监狱去 国内的那些富豪们 孙子哎 如果你有本事别信我的 别听我的 你继续保留着 你看会流出啥结果 不但如此 在香港绝与兴奋 香港就是过去这些年 大陆人买的房子 一户一户的查 一个不得放过 让所有的银行 要把过去三十年的 所谓的往海外汇款记录全拿出来查 澳门、香港、欧洲、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 只要你在海外花过钱 你买过房子的 你看看查不查 只要你人没出来 钱就必须回去 两个月的淡水 来生再见 自己投入 一余大利亚 一个三十一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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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